《三六五读书》 选择南京做居留地 是某种人共同的居住理想 18岁离开家乡以前 我所去过的最远的一个城市 就是南京 那是一次比较特别的旅行 不是为了游览 不是为了探亲 当时有来自全省的 数百名中学生 聚集在建业路上的 党校招待所里 参加一个大规模的中学生 作文竞赛 那次竞赛 我名落孙山 记得在返回苏州之前 我们一大群人 停留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 忽然发现 玄武湖就在眼前 不知是谁第一个跑到了湖边 我们纷纷尾随过去 也不知是谁第一个在湖边 开始洗手 一大群中学生 沿着湖岸一字排开 大家都把手伸进湖水里 很认真地洗了一回手 我至今仍然记得那群 蹲在湖边洗手的 少男少女的样子 与笑声 二十年过去以后 所有人手上的玄武湖水 已经了无印痕 而我却在无意之中 把那捧湖水 融进了我的未来 当年 那群等待回家的 苏州中学生中 也许 只有我一个人 日后留在了 玄武湖边 选择南京做居留地 是某种人 共同地居住理想 这种人 所要的城市 不大不小 不要繁华喧闹 也不要沉闷闭塞 不要住在父母的怀抱里 但也不要离他们太远 这种人 无需拥有自己的花园 却希望他居住的城市 风景如画 这种人 希望自己智商超群 精明强干 却希望别人 淳朴憨厚 关心他人 我大概就是这种人 所以 在我22岁那年 我自愿成为一个南京人 至今 已经做了十几年的南京人 越左 越有滋味 除了 冬夏 两际的气候 遭到了 普遍的埋怨 南京 几乎是一个 人见人爱的地方 许多城市 是绿化城市 但南京街道上的 华盖寺的梧桐 却无语伦比 南京人 溺爱这些树 因而原谅了春天 树上 飘下的绒毛 春天你可以看见 许多骑自行车的人 在头上 身上 拍打那些绒毛 脸上的表情 却是无怨无恨 许多城市 都有一个或几个 值得本地人 骄傲的风景区 外地人去了 就褒贬不一 但是 南京的中山林 是一种 王尊地位 当你登临中山林 最高处 吉木四跳 方圆树里之内 一片林海 你会发现 这个城市之美 不同凡响 紫金山与长江 不再是什么 天然屏障 它们使南京 永远受到了 山水的孕育 东郊的林海 则是一只 巨大的绿色的枕头 每天夜里 它对着太平门 耳语一声 睡吧 南京 南京 就睡了 每天早晨 它对着中山门说 醒来吧 南京 南京 就醒来了 六朝古都的睡眠 不会太长 南京醒来了 在从前 帝王们的车马 经过的地方 南京人的自行车 匆匆而过 在新街口一带的工地上 打庄机根本不顾名校灵下 太子王妃的幽魂 对噪声 有何看法 一心 要为建设 新南京 而发出 它的狂叫 在城南 在城南的某条古老的小巷里 某个老妇 拎着一只古老的马桶 走过古老的秦淮河 但是 他已经不能随手 在河里倒马桶 他必须把它倒在公共厕所的画纷池里 南京虽然还没有消灭马桶 但是 就连上海都还没有消灭马桶呢 南京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 着急不是南京人的性格 虽然南京人说话听上去 显得很着急 这几年 人人都想发财 南京人也想得慌 但是 他们因为不着急 许多事 就比别的地方慢半拍 当南京人来到深圳海口淘金时 那里已经人满为患 他们就回来了 当南京人发现别人生产假货烈货 大发奇才时 他们伤心地意识到 作为一个南京人是发不了这种大财的 他们于是就想发小财 他们想 还是回家做盐水鸭 反正南京人吃盐水鸭吃不够 即使卖不掉也没关系 反正自己也吃不够 南京人也符合我对人群的理想 所以 我在南京一直生活得自得其乐 今年夏天的某一天 忽然由幸大发 想到在南京这么多年 许多朋友嘴里的优美之地还没有去过 就携妻子女儿往东郊而去 因为不是假日 游人寥寥 一家人从藏书阁小径进入百年树荫 一路探忧至林谷寺 途中不闻人声 但闻鸟语流泉 心中便有一种奇异的甜蜜感觉 好像这个地方是自己家的 好像是自己向自己炫耀了一件宝物 结果自己很满足 也很幸福 也许这很自然 一个人如果喜欢自己的居住地 便会在一草一幕之间 看见他的幸福 多少人现在生活在别处 在一个远离他生命起源的地方生活着 生活得没有忧愁 没有哀怨 生活得如此满足 古人所谓 错把一厢当故乡的词句 大概也就 源于此处吧 你说我好多人 特别说有意味道 游戏 展时 或者这么多人 见了 生活得如此 就像是我一样的 全部一样的 那么就这样 远远 作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